陈伟霆之言不看孟佳的舞蹈,宋倩道出真相,网友,情商高! 这周的热血街舞团想必大家都看了吧! 除了两队持续的抢人大战外,最有看透的大概就是特别选手的SoloZap聊吧! 而爱奇异搞了大段选手的夸张表情铺垫后,出现的人竟然是孟佳,同样在韩国出道,而且还是王家尔的同门师姐,回国后和王思聪的相交于乐前约,曾担任天生是我优的导师,如今却沦为一个选手,这样的落差难免让人唏嘘。 如果论资历,她的出道年龄可以和宋倩持平了。 当初两人还在韩国参加过同一档综艺节目,正面杠,进行柔软度比拼,震惊了让在场的韩国明星。 穿黑色裤子的是宋倩,穿红色裤子的是孟佳,两个人在台上进行了连续空翻对决。 不过这次从网友的评价来看,孟佳的实力的确和宋倩相差悬殊了。 而且,宋倩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多支持的粉丝,不仅是拥有超高的舞蹈实力,更多的是因为她的性格好,情商高。 第一期因为陈伟霆的冲动,一下子送出六个名额,让宋倩很是无奈。 但她也没有直接表现出来,而是尊重了陈伟霆的做法,之后委婉地告诉她后面不要那么大方了。 而且还夸夸奖陈伟霆懂得很多,觉得两人一拍即合。 第二期和陈伟霆对抢人时,则是发出了撒娇功力,对选手说我先给你带上,你就是我的边旁边的陈伟霆都被聊得直接放弃抢人了。 而面对孟佳时,宋倩则则没有过多评价。 而是直言知道王佳尔肯定会去选孟佳,所以不去争,他们俩刚好可以用这个时间去看别的选手。 文伟霆更说他们连看都没看了。 这样极避免了抢人的尴尬也给了其他选手机会,果然双伤在线啊。 但面对时间的突然减少,很多选手没机会跳舞,宋倩更是难过到枪声节目组,表示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 可现在选手准备好,却不给他们机会,真的很不公平。 看到镜头前更野的宋倩,也着实让人有些心疼啊。 不过敢为了选手狠批节目赛制,也是十分真性情了。 这样可甜可甜的宋倩,有get到你的点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